新北市有名遠景 今天下午開著警車執行勤務時 疑似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意外擦撞了停放在路邊停車格的車輛 整輛車失控翻覆 四輪朝天倒在大馬路上 其他車輛想要經過 還得要特別繞過去 不只是一度造成造衝阻塞 甚至還波及到兩部小客車 執行勤務中警車一路開開開開開 沒想到卻越開越往右偏 意外果然發生了 居然直接撞上路邊停車格的小黃 整台車180度大翻滾 在地上轉了半圈才停下 不只行車記錄器看起來很驚悚 警車內的景象更是生死一瞬間 伸出手卻握都握不住方向盤 人車一起翻滾 好在有記上安全帶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兩名遠景驚魂未定 投手全受傷 警車更是四輪朝天 板金凹陷外殼破損 就連漆都被磨掉好幾處 就這麼洋躺在馬路上 一度造成交通阻塞 路過民眾全看傻眼 邊拍攝邊喊 實在有夠誇張 因為這輛警車不止自己180度翻覆 還波及停在路邊的三輛小客車 黃色休旅車車頭直接被撞凹 保險桿掉落 黑色賓士車也沒好到哪裡去 車門被撞壞無法密合 前方還有一輛白色特斯拉受到波及 遠景九車值均衛林一行後 再針對被波及的車輛予以賠償 成路會賠償車損 不過若是被撞的特斯拉 以及賓士車是新車 總價恐怕超過400萬 警車會反覆 原來是遠景11號下午 開車載著同事執行勤務 行進林口文化三路時 疑似未注意車前狀況 意外擦撞 停放在路邊停車格的計程車 更波及兩輛交車 好在遠景人為大愛 也沒有民眾受傷 只是身為警察開車卻不注意車況 還大翻車實在有點落差 就以前在紅豬人線報導